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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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中逢三十细念法事大义 尊敬的最同修 最护法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再借这个佛妻 这么殊胜的音乐 再一次啊 来给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喜讲 介绍 中风果师 一生啊 对我们特别修净土的 修这个念佛法门 最大的贡献啊 就是留这一本三十细念的法事 来给我们 字字句句啊 利益都不可适宜的 只要依教他老人家的教会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从这个三十细念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风果师啊 他的慈悲 在禅宗啊 禅宗的教学方法呢 他只讲一遍 如果你今天在这个东西 在这个地方 你听不清楚 他不再讲了 但是在这个中风果师啊 他是不一样啊 你去看里面的内容 你就明白了 一遍的一遍的重复啊 都在提醒我们 赶快去觉悟 快快觉悟 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的原意 明天啊 明天啊要做三十七年了 要做三天耶 很长耶 衣物的能力只能两天 不能三天 这一次啊 特别立位 没关系 以后等悟行法师过来了 才几半三天 所以呢 这个三十七年里面的内容啊 不仅仅我们 人啊 人道啊 很喜欢 连鬼神也是很喜欢 所以经文一开端啊 就告诉我们 明阳两地啊 好 所以我这几天呢 做这个三十七年啊 跟大家洗一讲喔 说实在的 我的收获很多耶 没想到耶 真的耶 特别是对这个念佛 中风果实的 里面的内容 讲得非常的清楚 经过学习嘛 而我跟大家来分享 是选择一些精华的 主要性的给大家分享 如果你要仔细的 内容所讲的 很精彩的 在我们佛教里面 《大藏经》 有一部叫做《万字》 那一部《大藏经》 里面有 里面有两本 一本是专门来 我们来做超度的 就是现在我们明天要做的 还有另外一本 就是《三十细念遗鬼》 那里面的内容 讲得非常的精彩了 如果大家有空 可以去参考 里面的内容 讲得非常的精华 所以我这几天 说实在的 收获很大 经过学习嘛 你要为大家来洗脚 你首先要来学习 明白 没想到这句名号 真的不可思议的 所以很多我们前几天 都讲过了 你这一生想要觉悟 你不靠精教是不行的 是真的 你不靠精教我们容易走迷了 走错了 所以精教很重要 要多听经 但是现在的人没有耐心 坐下来十分钟还好 十二分钟还好 二十分钟开始了 开始什么呢 虎视乱想了 心不摘焉了 人在这个地方 心不得跑到哪里去 所以啊 二十分钟开始了 慢慢啊 那个很不耐心的 所以精啊 听不出来它的味道 它的法味 那又怪谁了 而你不相信 你请一个人坐在里面 听师父在这份讲经 也不一定 我宁愿在外面 作者聊天 聊天那些是非人物 对他来讲 比听经更快乐 所以啊 说实在的 昨天有人 一个居士问我 一个问题 他说师父 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法 有八万四千法门 每一个法门啊 都能够帮助我们 每一个众生 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解脱 能够离苦得乐 但是我写了好多年 为什么我那个 学佛的境界 提不起来呢 那个境界不能提高呢 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们在学习当中 念佛当中 很多事情 有时候念到一半 不念了 学了一半就不学了 那如果今天我们 如果想要学佛 你要提高你的境界 你要靠什么呢 你要靠什么 你要提高你的境界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 人不如一事的 古人常讲 十一有八九 我们在这个人生 不是每一件事情 能够让我们称心如意的 让我们很讨厌的 不欢喜的 不高兴的 太多了太多了 让你那个心很烦恼 在这个境界当中 你没办法进得起考验 那我们要提高你这个境界 那你要靠什么呢 起码 你将来临终的时候 你的障碍就不多了 就算有障碍 你不会被这个障碍耳手干扰 你要慢慢去锻炼 所以昨天有人问这个问题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 你要提高你自己的境界 在修学当中 无论你在念佛 修什么样的法门 念作也好 读经也罢 拜佛也好 无论你在修什么样的佛法当中 你要靠什么呢 你要靠什么 你要靠什么 来维持 让你那个境界 念佛能够慢慢地提高 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性不如以前 我们现在这个根性真的不如以前 再加上现在这个时代 诱惑的力量太大了 外面的诱惑太多了 再加上我们的内心的烦恼 你要靠什么呢 你要靠忍辱 你要靠忍辱 你没有忍辱的基础上 无论你在修什么样的法门 无论你怎么念佛 你到最后很难成就 忍辱很重要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在金刚经 整个金刚经里面的内容 他有很多几句话 为我们说明 其中一句 以切法得于忍 你没有忍辱的境界 的基础上 你在这个修学当中 你容易被倒了 容易脱降了 甚至于有时候 随着自己的烦恼 随着自己的习气 去造业 所以忍辱很重要 今天有人一个 比如说莫名其妙 突然这样骂你 你怎么样反应 先师父 前几年 常常遇到 有一个人 常常来干扰 我当做什么 当做他是我的老师 老师什么 来抹念我这个性格 抹念我的耐心 让我这个境界的 学术的境界能够慢慢的提高 如果连这个东西我们都不能忍了 那以后一到大的事情怎么办呢 那以后我们临终的时候突然间 阴经在都找上门了 见不起考验 随着自己的这种的业力 那念佛这一生就完了 所以修行真的 只要你认真来修 对我们来讲 都是无量无边的功德 如果你不懂得修 怎么修 都是烦恼的 都是照业的 所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你要把它当做什么 他是我们的老师 三人行必有我事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逆境也好 顺境也好 你要真的是人 当人家赞叹你的时候 你那个心能够忍辱 不起贪恋 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 你那个心也能够忍辱 不起嗔恨 我们要慢慢的锻炼 慢慢的练习 把一切众生当做什么 当做是我们的老师 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无论狂风大浪 你都能够尽得起考验 所以为什么诸佛福尚 在这个生活里面 跟我们混在一起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他都能够尽得起考验 他的忍辱 为什么能够建立起来 因为他的忍辱所发的 是真心的发心的 他那个忍辱 他真的发出来的 我们的忍辱 所发出来的 不是真心的 所以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容易被考倒了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你不能怪别人 只怪自己 所以昨天这个居士 我就跟他讲 确实真的 以我的经验来讲 你没有那个忍辱 你要修行真的很难 真的 念佛容易懈怠 在这个环境里面 真的诱惑太大了 你没有那个忍辱 真的好难 你看释迦牟尼佛以前 如果没有靠忍辱 他怎么能够很快的 把这个时间 成佛的时间 幅度缩减 很快就成佛了 本来是排第五尊的 第四尊的是弥勒菩萨 但是一考验 考过了 把这个本来第五尊 提高了 变成第四尊了 释迦牟尼佛太了不起了 在这个五拙二世 能够视线得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靠的是什么 忍辱啊 那今天我们念佛也是如此 记得 就算有人怎么样来伤害我们 批评我们 无论是怎么样的 当作他在来考验 来磨练 因为我将来 我要离苦得乐 我将来要超越六道轮回 我将来要得生净土 我要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我要亲近阿弥陀佛 这些的考验对我来讲 都是我的老师 提高我自己的境界 你要这样的想 学佛 才能够得到你 不然的话 你怎么诵经 怎么念佛 考验一来 你就没办法接受 你发脾气 全部都完了 又在从头开始 又遇到境界 又在发脾气 又完了 又从头开始 你不累吗 你不累吗 所以回到家里的时候 看到什么样的 不如意的事情 当作什么 当作修行 先生骂得 骂得好 但是 我们要不断地去 返求助己 今天有人在我们 在这个面前来批评我们 来说我们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自己 可能做不好了 如果没有做得好 就算我们做得好 没关系 可能就是我们的业力 但是几乎啊 很多事情啊 不是在外头 在我们自己本身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个就是从我自己 经验 来给大家分享 所以你要找到 你那个美满的快乐 你到外面去找不到的 一定要从你自己 本身内容 去化解 只有自己化解了 别人才能够化解 自己化解不了 你要跟别人相处 有可能吗 特别现代这个时代 看到人就喜欢讨厌 看到人就喜欢讲世卑 看到人就喜欢批评 在这个时代 就是现在这个样的 你想一想 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能够出现 而真正修行 将来成佛了 你就是跟释迦牟尼佛 没有两样 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个道理的 所以为什么 在地藏菩萨本愿经 十方一切 诸佛如来 经文一开端 就称赞 释迦牟尼佛 什么 能以五浊二世 现不可思议 大智慧 神通智力 调腐刚强众生 知苦乐法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今天 你要不要写释迦牟尼佛 要不要 真的 你讲出来了 不能骗师父 骗师父 师父能够知道 等一下回到区压里 意到境界 考不起 考验又来了 没关系 慢慢考 这个学佛 不是一天两天的 只要我们能够慢慢的累积 好好去锻炼 你看那个海贤老儿上 有一天 被一个送那个文件的 讲了几句话 只是讲了几句话而已 不高兴马上一巴掌 啪 打下去 打那个三宝 我从来没有被人家打 被人家骂友 但是没有被人家打 没有了 没有那么严重 那个海贤老儿上一巴掌 啪 旁边的人忍不住 我生气 要跟他辩论 跟他吵起来 老儿上一句话 好了好了 不用了 不用跟人家计较 可能是我不对 甚至于可能 我的这个 这个脸 可能有一点问题 没关系 打得好 没事了 真的 所以修行 不是说一天两天 能够成就的 所以为什么 昨天给大家分享 中风果是在这个三十七年 常常在这个三十七年劝导我们 劝导我们什么呢 你要把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把它养成习惯 把这句阿弥陀佛 变成你自己的生活 养成你那种的习惯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在一切处 一切时 随时随地 你能够提起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要重复的去念 一遍的一遍的去念 中风果是在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明确的 你不能念的太少 你要念多 把它念熟 把它念那种勤肯的去念 所以古人讲得好 是什么呢 生处转身 俗处转身 就把它念熟 所以昨天我跟大家讲 你看我们的第二代主师 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 每一次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 口中出一道光明 少康大师 每一次在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 他的口中都出什么 一道 一尊的画佛 他也不是一天两天成就的 他也是不断地去练习 不断地去锻炼 重复的一遍的一遍的去念 时间到了 他就成功了嘛 所以我们很多这些 净土圣贤路 念佛往生西方极的世界的 一字十字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靠的是什么 就是把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炼成习惯了 炼成习惯了 时间到了 自自然然就清净了 你的境界就提高了 起码呢 时间到了 你的功夫最低的 就是念佛功夫成片了 这个功夫成片的意识 你能够辅助你的烦恼了 你这个烦恼 起不了作用 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这个烦恼不会来干扰 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不会被迷惑了 而且在这个境界当中 你生死已经自在了 你想要多留就多留 你想要早天离开 都能够有这个能力 随着自己的欲望 这个就是什么呢 从慢慢的锻念出来的 你要把这句名号 跟你的生活融入一体 你要把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跟你的生活变成一体了 那你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感应就不可思议了 我们要这样的锻炼 要多念 一天念阿弥陀佛 至少一万生的 请举手 一二三 四五 剩下的 所以你要怪谁 老师怎么教我们做 我们都不听话 以后 念佛不得力 又怪老师 怪佛福萨 没办法 所以这个念佛 很多人常常讲 阿弥陀佛这句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 很多人说 我也念 他也念 那为什么他能够得到感应 为什么我不能得到感应 他也念 我也念 为什么他能够念得法喜 为什么我念佛不能念得法喜 为什么他能够念得得清净心 为什么我不能得清净心 为什么他这个人念佛能够往生西方其的世界 为什么我今天念佛往生不能到西方其的世界 区别在哪里 为什么不能得感应 功德 为什么 有区别这么大 为什么 散导大师念佛 一句阿弥陀佛 口中都出一道光明 我们为什么没有呢 喊破罗洪 连一道光明都没有 什么原因呢 你看以前 以前那个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你知道吧 是我们净土中第几代的主持 第几代 第十三代 印光大师 他有一个很特别 他有一个特别什么呢 他念大悲咒 那个水好灵 很灵 真的很灵 印光大师的功课 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 至少五十遍 念大悲咒 所以他的那个大悲咒 那个水很灵 所以很多那个时候 很多人生病 小毛小病 他去找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没有别的 此大悲咒 把那个水给他喝 很多就念 一喝下去就好了 印光大师 我以前刚刚出家 我有看过 我们的邻居 我住的 我师父的道场 那个邻居 他的生活 这个人是有钱人 房子好大 像皇宫一样 好多钱 他生病 常常看医生 那个病常常不好 这个病 那个病 所以有一天 他到这个 我们的师父道场 隔壁而已 去求 然后呢 那个时候 我的师兄 我的师兄 所以 我的师兄 在这个大殿里面 求 他来求 我这个师兄 念这个大悲咒 念了二十一遍 然后给他喝 然后呢 回去之前 劝导他 你要天天念 那么观世音菩萨 你要相信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是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你要相信他 只要你相信 你就有救 所以啊 他呢 就把这个大悲水 拿回去 然后呢 每一天 晚上之前 睡觉之前 念这个名号 病了 知识人就好了 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 应光大师啊 念那个大悲咒 那个很灵啊 灵得不得了啊 我们今天呢 不要说五十遍 念了一百遍 不但没有灵 喝了这一杯水 可能会拉肚子 不但没有灵感 又可能会拉肚子 很多耶 你不相信啊 很多 到一个寺庙 很多人啊 反正啊 事情解决不了的事情啊 才想起三宝 当他发财的时候 把阿弥陀佛 三宝放在一边了 所以啊 应光大师这样的念 他为什么念的咒 这么感应啊 为什么我们念的咒 为什么不感应呢 是不是这个咒 已经不灵了 不是啊 是不是观世音菩萨 偏心啊 他是一个出家人 我对出家人好 你是个居士 我对居士好 观世音菩萨 有这样的心态吗 没有 不是的 应光大师 为什么今天念的 这个咒这么灵 是因为他的那个心 跟这个咒 已经相应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世的时候啊 他的土地很多生病 有大小病很多 靠什么呢 靠持咒 来维持 治他的病 治好的 心咒 很多 释迦牟尼佛 在世的时候 所以这个咒语啊 只要你那个心 跟这个咒 相应了 投入了 感应不可适宜的 那今天我们念佛 也是如此啊 你今天那个心 这个心 已经跟阿弥陀佛 投入了 融入一体了 当你念这些 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 整个境界 就显在你的面前了 所以有人会看到 阿弥陀佛的像 有人会看到 西方极乐世界 七千二处的 没有一格两层的 都是在你的眼前 为什么会这样 心已经投入了 像我们念佛 也是这样 有这种境界 当你那个心 已经投入到 阿弥陀佛那个境界上 整个时间 空间都没有了 有时候我们会 入到这种的境界 整个所有的 一切的万法里面 你已经没有这个隔离了 非常的伐喜 所以为什么五量寿经 把这个念佛的境界 你能够拿 打到那个境界 用落尽比丘 来比 就是这个道理 那个伐喜 那个快乐 没办法用 以缘来形容的 我们有时候会 投入这种的境界 但是没有 那很明显 但是我们已经 入那的境界了 都是因为你那个心 跟阿弥陀佛已经向入了 所以今天我们念佛也如此 念作也如此 诵经也不例外 所以很多人都在执着 到底我是念佛好 还是念作好 诵经好 还是念佛好 那个不是关键 那个不是 不是关键在这个地方 因为佛所讲的 都是从他的自信流露出来的 经也是一样 作也是一样 佛也是一样 都是从他的自信流露出来的 听懂吗 听得懂吗 我看你们眼睛一直看着我 师父你在讲什么 我听不懂 你不要害我 在这个地方 花这么多的力气 你还听不懂一句 回到家里吧 好好念佛就算了 像以前 有一位老人家 每次在听经的时候 坐在后面 坐在那个椅子 好舒服 一坐 刚刚师父开始 拿某本师 释迦牟尼佛 拿某本师 释迦牟尼佛 他入定了 所以听经 不要太好命 除非你的身体不舒服 所以师父 每次在听经 没有坐在那个椅子 坐在哪里 坐在地下的 坐在地下的 把那个 iPad放在你的面前 然后呢 放在哪里 全面都是我的佛像 佛在那边 你敢打瞌睡吗 就是这样的 念佛 听经啊 老人家 入定了 入定之后呢 起来了 结束了吗 大家 舞掌了吗 感谢师父 指挥开始 起来了 起来问他 你有没有听到师父讲话呀 他说 有呀师父 哪一句话呀 听说师父的胃不好呀 完了啦 这下完了啦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好好睡 只要你能够念佛就好了 念累了 你去睡 睡醒了 继续念阿弥陀佛 很好了 一句话 听经听不懂 没关系 一句阿弥陀佛 能够听得懂 那个才是关系 所以现在的人 要教化人 真的好难 真的耶 说实在的 现在 你叫他来听经 不一定他来听经 但是如果有做法会 一窝蜂就跑过来了 但是叫他坐下来 好好听经 没有那个耐心 所以现在的人 为什么根性 不如一代 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 修行的人 成就 为什么越来越少 为什么呢 没有那个耐心 没办法 所以 从这个地方 无论你怎么念 你不要去管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 讲一句老实话 只要我们那个心 真的是真诚心 来念 无论你今天是念什么样的作用 无论你今天念什么样的佛号 无论今天你读什么样的经 全部都是最好的 不要去分别 真的 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这个讲故事 大家可能比较喜欢听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经当中 会加入几个故事 来给大家一种参考 我有曾经看过一个故事 一个公案 他说有一位老人家 79岁 他喜欢在这个山上 在这个山洞里面 做什么呢 念作 念什么作呢 都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名作 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名作是什么 像师父以前也常念 就是这样 跟我们六字一样 南无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都是用这个六字大名作 修行的 这个六字大名作的感应不可思议的 那这个老佛萨呢 他念得很沉耶 他念念一念念念几年了 大概一年多了 没想到 他念这个六字大名作会放光耶 整个洞会放光 那有一天 有一位法师走过了 有一位法师走过 他看到这个洞 山上有放光耶 很好奇 就跑上去了 一跑上去的时候呢 看到里面有一位老人家 在念作 但是他很奇怪 为什么他念的咒语 跟我念的咒语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老人家 他是念什么咒语呢 他这样 念 他不是念 他不是念 他念 他念 把这个牛念出来了 牛啊知道吗 动物嘛 牛啊 人家就念 把人家念到 这个法师很奇怪 这个老人家 怎么念这个 明明是 就跑进去了 就跟那个老人家讲 老人家你念错了 念对的是 你怎么念 这下惨了 这句话 干扰他的清清心了 这位老人家 已经一年多都念 你突然间 他一边跟他讲 王万一半咪语 那心整个心就乱了 一边念咒 一边心乱 夜念 心一散乱了 念牛对 还是念哄对 在那边一直在挣扎 哎呀 对还是不对 对还是不对 心散乱了 那这个法师讲完之后呢 就出来了 出来要下山的时候 突然间 这个山洞为什么没有放光了 光没有了 所以这个法师赶紧 又上山了 他说哎呀 这下惨了 我错了 赶快又进去告诉 这个老人家 他说老人家 对不起 我多嘴 你的念 王万一半咪语 才对 我的王万一半咪语 是不对的 当这个老福萨 听到这一句话 整个心就放下了 当他心定下来的时候 又回复的正常 王万一半咪语 没想到 一出来 这个山洞又放光了 所以这个法师 在这个地方开悟了 忽然间大悟了 他说什么呢 佛所讲的座椅 这个心座 就算我们不是故意的 念错这个座椅 但是你那个心 已经念到成了 你那个心 已经跟这个座椅 已经相入了 跟这个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已经相入了 那个功德感应 就不可思议了 就算我们念错了 成则灵嘛 所以不要去计较 不要去分别这个事情 所以有很多次 我在这个道场 无论在很多地方 有人说师父 念阿弥陀佛好 还是念阿弥陀佛好 来了一个越南的 师父 我念阿弥陀佛好 还是阿弥陀佛好 在那边很挣扎 在那边挣扎 我已经习惯念阿弥陀佛 突然间有人跟我说 你又念阿弥陀佛 你逼着他 你念这个阿弥陀佛 他已经习惯了 突然间你逼着他 你又跟大众一体一样 我们大家都念阿弥陀佛 你怎么能够念阿弥陀佛呢 在那边分别 你害人家 人家都已经习惯了 你突然间也把人家改口 但是念阿弥陀佛也不心情 要尊重 不要去分别 你看师父在洛杉矶美国 做37年 在Orient Country 就是越南城 美国洛杉矶大概开车两个钟头 好多越南人 好像整个都越南城 你看越南城 越南的那些居士很发心 他们没有到场 他们也不想搞到场 他只是每一年 大家几个人发心 住一个剧院 剧院唱歌的那种 演唱会的那种 在那边 来办37年 我们台上唱的是国语 他们全部下面唱的 就是越南人 都是越南文的 但是大家一唱起来 没有区别 大家很发喜 大家很开心 我上面要念国语是你的事 下面我念我的越南文 也是我的事 我喜欢念的 很发喜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不要去分别 阿弥陀佛也好 阿弥陀佛也罢 阿弥陀佛也好 阿弥陀佛也好 只要你那个心 真诚的心去念 不互相干扰 就好了 不要去执着 不然的话 他已经习惯念阿弥陀佛了 他领终的时候 已经要走了 要离开这个世间了 他已经习惯了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突然间你来到这个地方 你跟他祝念 你逼得他 也跟我念阿弥陀佛 心乱了 所以 不要去分别 只要你用你那个真诚心 气念 感应就不可思议了 这一段里面 就是中风果施 在这个地方 来为我们说明 佛号要多念 就把它念书 不能一记两记 一记两记只是障上根 那个功德 显出来的不是很明显的 你要多念 明白吗 听懂吗 知道吧 好 那我们看下面 中风果施怎么讲呢 请合照 下情为存 以难失 一念回光而亦往 究竟不拘虚万 分明旨在目前 神如是 几经众等 细念弥陀 三十佛事 只如不赦正修 清蒙朔记一句 如何举阳 请放上 经文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这段经文 非常非常的难得 很多人在做三十七年 第一时一开端 我们都会常常念到这一段 念得很熟悉 但是 有没有真的去了解明白呢 很少 下情 下情是指 是什么呢 是指我们六道的凡夫啊 叫做下情 我们这个六道的凡夫 每一分每一秒 不断的都是在外面的 是被诱惑了 被迷惑了 所以无法能够提起 那个正念 称为下情 那存呢 存这个字是指什么呢 最主要的是 为我们说明什么 中风果是叫我们 要去思考 去猜测 的意思 是思考什么呢 去猜测什么呢 让我们去明白 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啊 功德真的不可思议的 四十八愿的 阿弥陀佛的 微神加持 也是不可思议的 有这么大的 不可思议的 南无阿弥陀佛 这句名号 凭我们六道的凡夫 能够去体会得到 去明白 去了解 去想通呢 是不可能的 是很难 我们无法 去想通的 所以我们在 弥陀经 我们谁看得到 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弥陀经讲 弥陀名号 功德不可思议 所以弥陀经啊 其实呢 它的经体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的经体 不是佛说阿弥陀经 是称赞不可思议 功德 一切诸佛 所护念经 它的原本的经体 是这个 佛说阿弥陀经 是九摩罗首大师 最后翻译经书 把整个弥陀经 搞清楚 搞明白了 原来这部 阿弥陀经 都是在讲 这句名号的功德 都在称赞 西方极乐世界的 无尽的庄园 就算我们用百千大节 来称赞西方极乐世界 都没办法称赞之完 何况来称赞 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明白之后呢 才把这个经体 改成佛说阿弥陀经 干脆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直接了当 它的经体的原本 不是这个 那这个下情 为存以难失 就是说我们这个六道的反复 没办法去了解 不要说我们 连赞利佛代表 智慧第一 都没办法去了解 何况我们呢 所以怎么办呢 师父 不要去想 也不用去思考 老老实实去念 感应是不可思议的 真的感应是不可思议 你看那个柳树云老居士 我也是把他当作我的老师 柳树云老居士 比那个严重更厉害 那个病 医生已经判断了 你的寿命不到半年 你准备吧 但是老实 他相信 全部交给阿弥陀佛 老老实实念这句阿弥陀佛 不求长寿 也不求健康 把这个心 放在阿弥陀佛那边 你想 现在到现在了 已经几年了 感念不可思议 你看 前几年 中国 有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 韩中阴 韩中阴的 他的圣 两个都已经烂掉了 但是念这句阿弥陀佛 他相信 真诚的心 听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没想到感应不可思议 长出什么 长出新的圣 事实的 所以我们也不用去想 但是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 教我们的什么 去思考 去猜测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下面中风果实叫做什么 南施 南施 南施就是讲什么 就是指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他的功德真的不可思议的 我们怎么想 也想不明白 这一句名号 为什么这么厉害 怎么想都想都不明白 也想也想不通 也不容易去明白 说实在的 我今天在这个上面给大家 这几天讲了一大天 大半天 我自己 也真正能够明白 也讲不清楚 你想一想 这句名号 你怎么能够想象的呢 无法去想象的 但是我们老老实实去念就好了 真的 像师父以前小的时候 我们小的时候很喜欢看一部 美国的影片 叫做超人 英文叫做什么 Superman 大家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 承认嘛 师父以前有看过 小的时候很喜欢看这个片 我们很多小朋友在那边搞不通 搞不通 他为什么会飞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飞 搞来搞去 为什么这样 甚至有几个朋友 做试验 傻孩子就是这样 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 住在我的乡下 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小岛 都是在海边长大的 都是以补鱼为生 所以我们那个海水 对我们来讲 就好像我们的老祖宗一样 无论大浪小浪 对我们来讲 都不怕的 因为我们习惯了 每天都是在海边游泳的 就是这样的 那有一天 搞一大半天搞不懂 然后你看到这个Superman 这个超人 他后面不是绑了一块布吗 可能这个绑这块布 我们就能够飞起来了 然后呢 每一个人绑了这块布 一绑起来 然后跑到哪里去 跑到那个海边的船 这最高的船 要跑到最高的 然后呢 好多人啊 从这个最高的船 跳下去 他们海边 有没有飞起来 不但没有飞起来 一跳 哇 好痛啊 哇 那个真的好痛啊 痛得不得了 哇 起来在那边 搞大半天 为什么我们不能飞呢 为什么他会飞呢 奇怪呢 搞不明白 所以我们妈妈 母亲啊 骂我们啊 傻孩子 这个傻孩子 哦 他讲一句话 做演员的人啊 做戏的人 如果不疯狂啊 你们看戏的人 会被迷吗 会被骗吗 就是这样的 后来长大才知道 哎呀 那个是个影片啊 哎呀 为什么被骗呢 所以呢 这句名号 功德 是什么样的功德不可适宜 我们不要去想它 原理原则好好去念 老老实实去念 一遍的一遍的去念 不要去执着 因为我们现在 反复是没办法 所以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肯念 功德所显出来的利益 都是不可适宜的 所以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一念回光而亦亡 什么意思呢 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道理 虽然现在我们不容易明白 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他的功德 有什么样的不可适宜 但是这个方法很容易 只要我们能够依照这个方法 中风果实的所有的劝导 你好好去念 老老实实的去念 用你的真心 用你那个肯发愿的心 真诚心心念 只要你把这个心 跟这句阿弥陀佛 像前面刚才讲的 能够相应投入了 中风果实啊 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一念相应 一念佛啊 念念相应啊 念念佛 我们也听不懂 所以我们今天啊 所谈的这个念佛的功德 只是在经上所知道而已 就是所知道的 就是非常的浅啊 非常的浅 好像懂了 但是呢 只是皮毛而已啊 真的是皮毛而已啊 所以偶一大师才弥陀经要解 告诉我们 为佛以佛方能究竟 才说这句话出来啊 凭我们这个反复 你要去了解 去体会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是不可能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经上 在给我们增加的信心 在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呢 连那个等觉菩萨 观世音菩萨 大师至菩萨 如果没有得到 阿弥陀佛的慈悲的加持 四十八愿的加持 对这个境界也无法明了 观世音菩萨 所以今天呢 我们该怎么办呢 师父乖乖地念 老实地念 听话 也要这样 但是 我说但是 但是 如果大家还是怀疑 好奇 我很想了解 我很想明白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他的圆满的功德 有什么样的不可思议 有什么样的利益 只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我鼓励大家 最后一个 什么方法 什么方法呀 你要读哪一部经 你要读哪一部 哪一部经啊 老和尚说 你要去了解无量寿经 你能够了解吗 无量寿经所讲的 我们能够明白吗 如果你明白的话 你们今天还不在这个地方 你早就走了 你还在这个地方 没有 那是有个方法 我鼓励大家 赶快去西方极乐世界 赶快念佛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然后见了阿弥陀佛 你亲自问阿弥陀佛 你赶快去 只要你见到阿弥陀佛 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念佛这个方法 是阿弥陀佛亲自提供给我们的 那当然很明白 他说实在的 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我们师父上人常讲 你又把这个无量寿经赌俗了 了解了 你才能够明白 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到现在 十几年了 还是搞不懂 凭什么呢 没办法 所以只有一个方法 赶快念阿弥陀佛 将来见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有一个问题 我搞了好久了 搞不懂 帮你 问我解答这个问题 你的名号的功德 是什么样的功德 阿弥陀佛一定跟你讲的 所以只有这个方法 除了这个方法 没有别的 所以为什么 佛在弥陀经 连续的四次告诉我们 应当发愿 你要赶快去发愿 到西方级的世界 只有到西方级的世界 你才真的明白 为什么 释迦牟陀佛 苦口婆心 在这个弥陀经 连续的四次 来告诉我们 劝导我们 你要念佛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 但是 就算我们今天不明白 不了解 想不通 但是中风果实 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 给我们保证 就算今天我们听不懂 不明白 关系不大 只要你肯念这些 南无阿弥陀佛 你肯发心 你肯发愿 就足够了 但是中风果实 下面又告诉我们 你还是要多了解一点 因为你能够多了解一点 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德 容易相应了 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修净土法门 念佛法门 为什么我们师父上人 教我们要常常去读诵 这个五量寿经 原因就是让我们明白 这个道理 将来你念佛了 你明白了 你那个相应 你就跟阿弥陀佛投入了 那今天有人问 师父 那我今天如果没有完全 全部懂呢 怎么办呢 没关系 中风果实后面告诉我们 只要你老实 你听话 你真的好好念 一遍一遍的去念 把它念熟了 重复的一起去念 你真的把它念好了 中风果实就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念佛法门 殊胜之处啊 都是用这个方法来成就的 真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啊 中风果实啊 给我们说明一件事情 今天十方诸佛如来 诸大菩萨 教我们念这个方法 他们有没有用另外一个方法 有没有 他不可能啊 他不可能教我们念 这一句个方法 那么阿弥陀佛的方法 然后他念用另外一个方法 没有 为什么呢 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怎么讲清楚呢 明天 再跟大家 来说明 今天啊 简单啊 给大家来说明 这个三十七年 刚才前面所讲的 下情为处以难事 希望大家好好念 就算我们听不明白 听不懂 只要大家老实听话 一遍的一遍的 去听 去念 用你的那个心 有耐心 有清净心 真诚心 你好好去念 就算很多妄念 没关系 不用理它 只要你回复到那个名号 为中心 慢慢的你的妄念 会越来越少 这个就是我这几天呢 跟大家 学习这个奖经 这个三十七年 所得到的 所实在的 当你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 那个妄念就少了 妄念少了 念佛就很发喜的 发喜身体就是健康的 所以你要身体健康 心健康 身体就健康了 所以希望大家 我们明天啊 又做三十七年了 我们用个真诚心 来办这个法会 来举办这个法会 希望我们一起来回向 来回向给我们这个世间 这个大灾化小 小灾化五 也希望我们的过往的父母 我们的累劫 因心在主 在这个三十七年当中 蒙阿弥陀佛 见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将来他们到西方极的世界 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间 也能够跟他们统生极乐国 那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不白来了 真的不白来了 五量节以来 我们不会再流浪了 因为这个流浪生死太苦了 所以大家好好听话 可以慷慨地慷慨 该放下地放下 尽心尽力 因为这个世间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东西带得走的 不要去想太多 我们可以欣赏 但是不能霸占 也不能控制 也不能占有 因为所占的 那就是苦的 祝大家粘粘如意 水水平安 祝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今天的赞叹 今天的支持 谢谢阿弥陀佛 谢谢阿弥陀佛